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对于长者 我们有480点每个月的经浪卡点数 那特别我们让这个点数的使用范围更加扩大 就不只是在台北市搭乘捷运 公车 骑Ubike 我们甚至可以五个县市 只要骑气点是在台北 新北 桃园 宜兰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480个点数 另外我们台铁其实也补助了搭乘150点 同时我们也有国道客运补助的点数 整董总这些都是希望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更方便 更自在地搭乘交通工具 而且范围在台北以外的地方 其他县市也都可以使用 除了台铁外 国道客运补助近老车支也预计10月上路 另外今年台北市社会局更首度与台北市动物园合作 举办从而节活动 邀请长者重温年轻时回忆 近老卡的话我们会在10月预计还会在 这个推出所谓的可以使用国道客运的部分 那我想未来一样的是北北基桃宜兰的部分都有 那另外我们在这一次 其实在重阳近老节的时候 那我们会跟我们动物园来合作 将这个重阳近老的活动 也会办到我们动物园 让我们长辈来享受他儿时的一个 所有的记忆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结合也是很棒的 至于重阳近老礼金发放部分 社会局也推出靠卡服务 从8月19号到9月6号 长辈们只要持近老卡到台北捷运各站 优优卡加值站 全台四大超商及美联社就可以领取 同时还享有多项通路加码优惠 希望提供长辈更多元便利的选择 有关今年重阳近老金发放 我们已经在前一阶段开放了汇款的申请 那我们预计在8月19到9月6号之间 将可以持近老卡到市大超商及美联社 用靠卡的方式领取我们1500元的重阳礼金 所以我们提醒我们台北市的长辈 不要错过在这段时间的靠卡 台北市社会局长姚淑文也表示 明年台北市重阳近老金将加码 针对85岁到98岁的台北市长者将发3000元 预算部分预计增加9800万元 将送市议会审议 我们在办理的部分上的话 针对这个所谓85到98岁的部分 那我们会增加重阳近老礼金的发放到3000块 那这样子的一个也会增加了我们相关的预算 大概在9800万左右 今年重阳节活动也推出 悠游台北近老卡自在 热游增建活动 邀请长辈们分享 使用近老卡一日游形成规划 后续将选出12名近老卡达人 欢迎台北市长者多多使用近老卡 来一趟慢老为旅行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新生公园网球场管理室 动土改建要成为首座室内 实弹射击拔场及无障碍运动的友善场馆 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相关单位 一同祈福工程顺利 预计2026年完工启用 整个环境在都市的过程中 我们跟市政府保证 我们会融入台北市政府的整个都市环境 然后不会突兀 非常融洽地在这个地方为各位服务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两分钟的动画 我们的成果报告跟各位做个分享 很有特色的边运动边听到飞机的声音 很有临场感 对 整个馆场都是无障碍的设计 所有的部分都是顺势凭接 然后除了通用以外更加无障碍 然后我们衔接我们现在这个广球场 未来整个完工会整个复原 不用原本的使用 室外通路都是无障碍通路 符合轮影梦公园未来的期待 入口节我们现在既有的新生游泳池 有做两边的穿廊通道 可以做风雨走廊 然后我们有做这个手摇车的租赁 未来停放区 大厅进来是我们的柜台跟休息空间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除了基本的建筑法规要求外 我们两步的电梯全部都是无障碍电梯 所以未来公升浪是优先使用的一个服务好电梯 我们的体试中间可以往外看到我们的网球场 是非常开阔的一个运动空间 两步都是无障碍的电梯 那这里我们也特别设计的就是真的无障碍的雨球的一个设备 它可以用无障碍的设施去打雨球 B1就是我们的设计的网场 10公尺的空气枪跟25公尺的火药 在晚上我们也在民族东的沿街 做了一个简单的灯光的一个设计 希望在晚上的新生公园的东南角有一个明亮的一处运动公园 我们其实规划所谓的运动中心2.0 也就是叫台北药动物馆 这个念药不念月 大家记得药活就要动药 药动物馆 主要也就是考量希望 我们在现有12区运动中心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进一步的规划台北市盘点9处 来设立我们的运动中心2.0 我们叫做药动馆 那在应该今年4月 我们在士林 第一个就是克强 我们把它原本是克强游泳池 规划成为第一个 我们台北药动馆开工动土的第一个里程碑 也很谢谢大家在当天陪着我们见证 那今天第二座 我们要正式动工启用 来到了我们中山区 是我个人非常喜爱 也最熟悉的新生公园 也谢谢曾宇议员大力的支持 台北药动馆新生馆临近新生公园 场馆规划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建筑 内涵体势能中心运动教室 多功能教室 亲子休息空间及综合球场 并设置室内设计拔场 作为场馆主轴特色 户外人保有游泳池 网球场 篮球场等设施 我们新生公园 这边规划的第二座药动馆 我们一馆一特色 在新规划的新生馆 我们除了维持既有的游泳池 篮球场 网球场以外 还有综合球场 体势能中心 多功能运动教室 另外 它的特色是 我们会有 全国第一座实弹射击八场 而且我们的特色 也是希望 无障碍友善的设施 我们未来 也希望 让身上朋友 能够一起参与 我们各项的运动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想 大家也知道台北市 我们第一座运动也在中山区 中山运动中心 民国92年设立 到现在也超过了20年 那各区成立以后 到今天每一年 都有1000万人次 进出我们的运动中心 而且坦白讲 已经有些不服使用 而且也都已经 有相当的历史 所以我们规划 九处的台北药动馆 我们期待 第一 希望让台北市 我们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 从现在超过38% 大概39% 是六都第一 但我们不以此自满 我们的目标是要 突破40% 另外第二 我们希望 未来的九处药动馆 加上既有的12处运动中心 让我们使用 场馆的人次 能够再增加25%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达成 那很感谢中央体育署 给我们各方面的协助 经费的支持 那也谢谢我们在地里长 大家共同的支持 未来我们在施工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 地长协助我们沟通 把对于周遭 住户的冲击降到最低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达成 那最后 我们也很希望这项工程 我们预计是在115年 能够完成 希望如期如值的完工 那我也要谢谢我们 施工团队 营造厂 我们的建筑师 以及许多的伙伴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们希望届时在这边 正式开幕启用的时候 再次齐聚一堂 台北药东馆计划 透过改建或整修 既有老旧公共建筑 选择运动资源 较为稀缺区域打造药东馆 将在6年内 以一管一特色为方向 辟建9座台北药东馆 朝运动制度买进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台北药东馆三更 赞 祖父母和孙子女主队 一起制作可爱的 布织布故事手偶 先用安全针线进行缝合 再黏上五关 并发挥创意进行装饰 各种动物造型的手偶 就完成了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Darling不隆里 幸福大同So Easy活动 邀请60岁以上 长者和孙子女一起参加 透过一系列好玩的活动 增进彼此的互动与情感 我那时呢 我那个海报传给他 用手机传给他嘛 他说这个活动不错 要不要就跟他一起去 我说刚好是他输家嘛 所以我说好了 那我就带他来嘛 那个布袋戏 我们小时候有看过 可是现在的都没有看过 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刚刚他们是 暑假就带他来 所以我们政官中心 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应该要 好好的学习 我们那个古时候 我们的文化不能烧失 刚好有这个课可以上 刚好来这边 给他们互动一下 也可以算是阿公阿嬷 小孩子交流一下这样子 蛮不错的啦 头脑比较灵活一点 手脚 手脑并用 都有够到 就比较不会自带或什么的 因为这里的那个木偶戏团感觉很有趣 然后也很多元的那个活动 然后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很想要来这里试试看 你有帮他把它 把它变漂亮一点 活动邀请陈锡黄 传统掌中剧团主演 陈冠林老师 教长者和小朋友 制作戏偶 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 让小朋友认识布袋戏 发现传统艺术的魅力 同时增进祖孙的互动与连结 其实你说布袋戏为什么有趣吗 就是我所谓的这个戏友 它其实就是大概这个身高 这个尺寸 然后它可以很灵活地在你掌上 比如说 我们可以听人家拍拍一首 有没有 人拍婆子 然后上头 甚至有两支 踩到 一让跑步 一让翻 转 其实所以 我们刚开始在学 就是小时候接触到这个 布袋戏的时候 因为我是住在 大老城这个地方 所以 男生老侠窟 我们看五位十三贏成红 看这个保生大地的这个 这个绕镜活动 所以从小对这个传统的这种 艺术就蛮有兴趣的 过去我们剧团呢 陈群老师的剧团呢 比较常是在这个台北偶戏馆 开这个大事工出版课程 我们这样的学生呢 那边的小朋友 都是学生啊 都是以小朋友为主 都是小孩来学 我们的小孩 都是小朋友来学 但是这次很特别 这次是我们长辈们 阿公阿嬷 带孙 做会来学 因为 其实我自己在觉得啦 就是现在的这个小朋友 跟我们这个长辈呢 他其实失去了一种 这种可能台下看戏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说 阿公阿嬷以前看保代的那个幸福 因为现在你小朋友在外面看一场布袋戏 其实很困难 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种阿公阿嬷的娱乐 所以这个课程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阿公阿嬷可以跟我们这个孩子跟他们孙子来吻乡说 过去阿嬷在台下 你看保代的那种老人的经营 今天阿嬷虽然可以看他 但是阿嬷可能妈妈会保代的 阿嬷今天来教孙子怎么帮保代的 所以我是来教这些人 但是其实是跟阿嬷讲之后 阿嬷跟孙子说你看保代的那样呲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大同区在地特色 安排一系列与布袋戏有关的课程 促进长者社交活动参与学习 并借由祖孙合作营造世代共融友善环境 那我们想要借用这个场地 就是让我们的长辈们 他们其实有些人虽然住在大同区 但是却对这个大道成戏院 他们却不熟悉 也许他们曾经来逛过布庄 来过附近参加活动 但是没有来过这里 那我们这次想说 把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可以结合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然后介绍给长者 也让他们多认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 就是布袋戏的这个部分 今年我们特别会有这个发想 最主要是因为像是那个 在我们大同区有这个陈锡黄老师 陈锡黄大师 那他是我们这个布袋戏的一个传奇人物 其实那目前就是以台湾来说 他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个长中系的这个大师 那我们目前请来的这一位陈锡黄老师 他其实是从小学就开始跟着西方大师 一起来做学习 那他个人就是对这个布袋戏的部分 他很有兴趣 那这一次我们最主要是想说 大师在我们这个大同区的这个特色 也让他就是说发扬光大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拾起以前小时候 对这个布袋戏的一些记忆 这一堂课我们最主要是让长辈跟小朋友一起动手做 就是做这个Q版的人偶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课程啊 老师就会教导说这个人偶的一些操作啊 包含一些口白的说法 那在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成果展 也就是让长辈啊跟小朋友 他们一起来操作这个戏偶 就是在这个戏曲里面的这个角色 然后让他们就是来做这个成果 然后也让他们会有一些成就感 因应台湾高龄社会区市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举办各种热灵健康促进活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与 丰富银法族生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耶 记者零期会以台北报道 内衣行业的领军人物 拥有20年经验的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珍 近日分享了他品牌的最新动态和成功秘诀 从负载8000万到创立深受喜爱的 内衣品牌 廖明珍以坚持和创新成为业界的佼佼者 因为我做好的东西给消费者 这会造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在第四年之后 可以很稳健的去发展我的内衣库生意 他还强调优质的客户服务 是品牌成功的关键 把客户服务好这也很重要 这一理念帮助品牌赢得了大量忠实顾客 促进了品牌的良性发展 把好商品做出来 这是一个企业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 再来就是把客户服务好 这也很重要 此外 廖明珍在2022年进军自媒体领域 分享他的经验与见解 他表示希望通过自媒体 能够传递更多的价值和经验 让更多人受益 那我在这2022年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其实算是早一点 有红利 什么叫红利期嘛 就是流量比较好 所以我很快的时间 在自媒体的部分 也把我账号给做起来 廖明珍的故事展示了 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 他相信行动是成功的关键 困难并不会致命 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克服挑战实现梦想 因为事情如果你计划了三年都没做 你怎么去调整 所以先做了再说嘛 不是就做了再协调一下 再改进一下 那就慢慢会达到成功的路径 这也是我很特殊的地方 做就对 很简单的 没有多大困难 困难也不会死人 G90期会议台北报道 他说他几百年毕业 八百年 家妈你是不是就八百岁 还有比我还老呢 由跳跳堂故事剧场演出的儿童亲子剧 以白雪公主爱丽丝和大野狼等耳熟能详的角色 以生动有趣的剧情 透过幽默对话和吸睛的服装 将乐婚怨生能养的婚姻观念传达给观众 更巧妙融入脱鱼津贴和生鱼津贴等各项社会福利补助 剧中还特别着重银法族议题 像是失智症防治和反诈骗的生活实力 让现场观众深受启发 我们今天办理暑假亲子放手做跟同乐会的活动 我们最主要是响应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我们邀请了很多去知名的表演团体 最主要是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跟表演的方式来跟大家讲 传达一个热声怨养 然后也愿意把正确的婚姻观念传递给大家 那也同时也导入市府的一些社福政策 比如说蒋市场上任以来 我们推动了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第一胎4万 第二胎4万5 跟第三胎的5万 最主要借由此机会来鼓励辛苦的爸爸妈妈们 那同时我们现场也办了很多的亲子手做的课程 那最主要是要来营造亲子之间彼此互动的关系 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愉快的周末下午 营造一个亲子愉快的一个周末 然后也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刻 为了增加亲子互动 活动特别安排亲子主团合力制作奶油胶DIY相框 在专业老师细心讲解下 让家长和孩子们熟悉奶油胶的使用方式和操作技巧 亲子一起动手创作独一无二的特色相框 借由彼此合力完成作品的过程 让亲子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还可以将充满爱与回忆的珍贵照片收藏 并展示其中留下幸福时光 我们是从脸书上面得知这个活动的 那我们今天来参加觉得非常的好玩 而且有意义 因为它有配合政策的宣导 但是并不会枯燥乏味 它是搭配儿童剧的方式来进行宣导 所以对于大人跟小朋友来说都觉得很有趣 那我的小孩呢 今天第一次体验了奶油胶条的活动 他觉得做了很有成就感 所以也很开心 我有两个宝贝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活动 我觉得活动很棒的是 用戏剧的方式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知道 那个宣传的目的活动内容这样子 然后连小孩都能够失修 对 然后后面的手作也是小朋友很爱的 那虽然养小孩很辛苦 但是也有很开心的地方 像是小孩有很可爱的时候 对所以 还没有生小孩的朋友们 不要犹豫 还是可以生个几个来玩一下 主办单位大同区公所表示 活动特别与台北地下街合作 在一号广场举办 不仅受到参与民众的热烈欢迎 也希望为周边店家吸引更多民众 足足采买 同时让参与家庭度过一个愉快 且有意义的下午 更潜移默化地宣导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彰显寓教于乐的理念 大同区政策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导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炎炎夏日是影冰品的消费旺季 为维护消费者使用影冰品的卫生安全及品质 卫生局抽验散装影冰品及配料 抽验111件 其中9件不符合规定 这次抽验的影冰品总共95件 其中冰品4件 食用冰块18件 饮料37件 那另外熟配料有8件 那依照产品的个类别 检验食品中微生物卫生标准 包括有 沙门式菌 肠杆菌科 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群 OE57H7 金黄色朴薯菌 及单核球增多性里斯特菌 以及香豆素 其中有25件的影冰品 再出抽不符合规定 在要求业者性体改善之后 仍有7家 不符合规定 那卫生局 以依照违反行安全 卫生管理法第17条 跟同法的第48条 已经采取制造业者 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另外 有8件配料 包括像粉圓 水晶 野果 地瓜圆等 是产品的一个性质 检验防腐剂 着色剂 以及过氧化氫 结果有两件的水晶 被我们检出 防腐剂 不符合食品 电交物使用范围 及限量器 规格标准 那台北市卫生局 已要求 不合格产品 下架不得贩售 而且也依请 所辖的卫生局 依全责办理 本次抽验 9件不合格的影冰品 包括黑丸嫩仙草的 4G清茶 蒸煮丹的 橙香鲜茶 烈奶茶的 金麦文火乌龙 杏月冰坊的 红豆牛奶冰 横冰牛排的 香草双麒麟 妈祖奶茶的 奶茶和绝缕咖啡的 巧克力香蕉冰沙 都验出 肠感菌超标 另外昆城商行的 魔法水晶 和武林茶 文创人文茶饮坊的 武林茶原味 寒天水晶 则验出防腐剂 另外肠感菌科 常常被用来作为 监测水 以冰品 食品卫生 以及制成 有无卫生缺失的 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 承感菌科超过标准 就表示 在制作过程当中 这个卫生状况 食材 以及器具 包装的过程 可能遭受到污染 或者工作人员的 一个卫生状况 不加所导致 那常温保存 也是为生物繁殖的 一个最佳环境 所以 过高的一个 承感菌科 会影响到 饮兵品的品质 而且也会缩短 产品的一个 保存期限 卫生局提醒 业者应重视 制作过程 环境卫生 及自主管理情形 注意冰箱 储存温度控管 食材适量准备 为使用者 适时冰存 定期更换 制冰机 或饮水机滤芯 以确保食品 安全 卫生 与消费者权益 记者 李奇惠 台北报道 干病是国病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为了唤醒国人 重视定期检查 避免太晚发生肝神病 举办大规模免费腹部超音波筛检 今年有30家医疗员所参与 共计5770亿人参加筛检 异常滤镜高达82% 先每年均有过半的民众 发现脂肪肝 希望借由这个运动 让国人知道 要知道肝好不好 不是吃饱肝药 肝好不好 是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避兮肝 最重要的是 每年一定要超一次 假如你有避肝细肝 一定要半年超一次 所以这个是一个 类似我们国父当年 武昌棋义那个做法 就是让全民响应 让大家知道 超音波是最重要的重要 我们这里也非常谢谢 全台湾30家医疗员所 跟我们响应 这个全民复操运动 希望这个运动 可以全国遍地开发 让台湾每一个年 40岁以上的高达 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一定要超一次 我们看一个人 好好的很帅 看一个女生很漂亮 也不代表她的肝好的 我们知道她心肝好 但是心肝好 不代表她的肝好 随着这个B肝或C肝的治疗 大家如果愿意接受 出来接受治疗的时候 将来发现肝硬化的人数 会越来越少 那有疑似肝癌 或性质不明肝肿瘤的人数 跟比例 也会逐年下降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脂肪肝 如果能够不断的减少 那也是我们对未来的肝病 一个很重要的提前的一个指标 当然从人数来说 我们是满意 因为比我们预期要做的人数还多 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个除了人数以外 最重要是脂肪肝的比例下降 像云林的话 他们也是有设一定的限制 可是脂肪肝过去百分之七十几 现在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不到 所以我们全台湾的其他的医疗院所 百分之五十六变成五十三 所以这个相信 应该是国人的观念 有一些改变 这个原来就是我们做这样的活动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从这个观念的改变 去转化为行动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具体的 一个改善的一个事实 赶集会董事长许金川 一手拿着超音波探头扫描 一手操作仪器 仔细说明 躺在检查床上的是 许金川教授解释 四十多年的老友江存松 两人曾因超音波 结下革命情淡 这段善缘延续至今 当洗批还很小 小医生的时候 那我就认识他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台大医院 没有办法给他很大的 买这个机器的设备 那我就提供设备 让他去研究 肝癌怎么诊断 那个时候对肝癌的诊断 非常困难的 不是一般的这个 X光上的CT可以做 那那个时候是用超音波是最好的 但是会用的人很少 老实说在刚开始的时候 几乎没有 那洗批是第一步 那他自己把这个东西学习好了之后 他再延续到去训练各地 每个地方的医院的这个医生 所以今天到现在回省做干病 可以做干病的检查的医生 在台湾我想可能是上万人的 在50年前只有洗批一个人 所以这个贡献你想要他有多大 是非常非常之大 感受到干病筛检的重要 活动赞助商黄志怡也常鼓励民众 救助干苦人 传递为善最乐的正能量 那么今年中国新多磁探基金会 特别跟我们干病黄志学术基金会 来合作我们的善款 特别指定用在偏乡的医疗资源 尤其是今年开始举办的这个 今年超人民这样的一个活动 目的就是要充分来照顾 边疆地区的比较弱势的一些民众 让他们跟台湾本岛一样 有一个平等的医疗资源 腹部超音波检查是一种五痛迅速 方便揪出肝脏等病灶的重要利器 肝机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呼吁 BC肝病友一定要定期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每年免费副超筛检活动便及全国 希望能借此建立观念 即使没有BC肝也要每年超一次 就有希望加速肝病从台湾消失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告 台北市长角外与民政局长陈永德等人 一起体验联谊互动游戏 结果第一次就成功 讲完也透露自己第一次参加联谊 是在高中时期 联谊的对象则是中山女高 我那时候念建中然后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联谊 是跟中山女高台北市中山女高联谊 那大家也知道联谊不是就结束 联谊活动完还有很多后续的联系 但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这边要震重澄清 这个我参加联谊活动只是当绿叶当配角 为了协助单身朋友扩展交友圈顺利找到幸福 台北市长角外扮演爱神丘匹特 涉剑宣布台北爱情小学堂正式开学 从7月28号起将举办25场次包含摇摆舞 花艺烹饪甚至还有密室逃脱等多元主题联谊活动 呼吁单身朋友把握机会赶紧报名 让大家能够在很轻松这样子相互交流 然后比如说花艺跟烹饪的过程 大家可以谈谈心 然后共同的目标 然后做吃一顿很好吃的美食 然后彼此认识 我想还有很多户外相关的活动 都可以大家一起参与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很多单身男女彼此更认识 然后就像 雪豪跟善真一样 可以结为连礼 所以我们有25场次 那每一场次大概是40人 我们不会太多 但刚刚好 所以预计大概有一千人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尽量的参与共枪胜举 已经是三宝爸的蒋万安 熟练的抱起小宝宝 这位小龙女是王选豪及许善真夫妇爱的结晶 两人也是透过台北市内湖区公所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相似相恋 进而走上红毯的另一端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呢 我们其实在大安那一场的联谊活动也有相遇过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的有缘分 这样子 我们当时参加联谊活动的时候也是很腼腆害羞的 幸好工作人员都很友善 而且活动也蛮有趣的 记得当时主持人是用小游戏来破冰 然后我们换桌聊天 最后我们进行户外的活动 整体的这个联谊的规划活动呢 都非常的多元有趣 所以让我们很享受 而且很喜欢整个的联谊 甲万安也宣布另一小好消息 很受好评的台北市联合婚礼 将在9月8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为了鼓励新人踊跃参加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住婚好礼三部曲 除了参加者有机会抽中最大奖 马蒂夫蜜月旅行外 多家家电厂商也热情赞助多项使用家电 只要参加新人在婚礼一年内怀孕 还会在宋上除鱼鸡等家电好礼 还有参加北市府今年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并在一年内结婚的新人 还加码自证电子锅等结婚好礼 我们都非常欢迎年轻的朋友 参加我们的单身联谊活动 认识彼此交朋友 下一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 然后成立小家庭生可爱的baby 一年内如果步上红毯 三个阶段我们都欢迎大家 一起来参加一起响应 北市府方面表示 联合婚礼即日起开放报名 到7月11号为止 才线上报名 限额80对而满为止 只要在台北市涉及 或就学就业的准新人 都可以报名参加 北市府期盼透过各项措施 给年轻人成家育儿 最实际的支持 打造台北市成为年轻人 怨婚乐生安心养的幸福城市 记者张旗团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画面上是凯米台风基隆灾害应变中心 一级开设现场 市长谢国良请每位局处首长与各单位 分别报告受理的灾害案件处理进度 这次灾害防救资讯系统受理案件 共超过500多件 索性没有大型的灾害 对于各项受理案件 市长谢国良持续紧盯进度 要求各单位确实追踪 尽速处理 力拼恢复市容环境 我们这一次其实大家团队都很认真 然后都驻守在灾害应变中心 包括我本人这三天也都一直在灾害应变中心 处理这些很多问题跟更像这个需求 那这一次我觉得EMIC的通报其实有蛮多件 一共500多件也算是很多 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的包商 跟我们的局处首长 还有我们的团队在短时间里面就将这些问题 能够有效的把它处理 那即便有一些可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会在处理过程中 不要让它影响到某个道路 或某个通行的环境 那我们尽快的把这些问题把它排除 市长谢国良坐证在应变中心三天 与各单位共同努力 针对与民生交通经济相关的案件 持续追踪到结案为止 目的就是希望整合所有的力量 让市民朋友能够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共同拼经济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浪曲嘉年华7月27 28两天 将在八斗子渔港的碧沙博区热闹登场 市长谢国良带领产发处长林鼎超 跟文化观光局局长江亭梅共同宣布 特别邀请十四组强大卡斯轮番献唱 其中出身基隆 刚获得金曲奖最佳原著名语歌手奖的五四爱 特别来到记者会中为活动宣传 所以就会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是 很希望更多的就是基隆的在电的年轻人 我都会想说我怎么不是现在才出生的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来得及 因为我们有这个最佳的这个原著名语歌手的五四爱呢 可以正好就是我们基隆市音乐城市的最佳代言人 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的荣幸喔 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就有说年终要加开一场 那小爱爸爸实现我们的诺言 而且这次在室外 而且这次在室外 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就有说年终要加开一场 室外也许就有一些天后上的一些不确定性 不过是因为夏天即便夏点小雨 反而可以这个疏解一下这个夏天的这个暑气 那我们欢迎大家7月27号7月28号这个周末 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卡司是不输我们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的卡司 我们也有信心让上万名的这个基隆及全国各地的民众 好好来基隆跟我们同欢同乐 基隆浪曲嘉年华7月27号晚上也将在渔港释放主题烟火秀 搭配80摊的山海市集 让市民朋友跟外地游客一起来海边享受音乐美食 爱上浪漫的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出席这个典礼 一起跟教育部常务次长林滕娇 恭贺海科馆能够获得美国国家海洋 即大气总署资料亚洲独家授权 他认为是海科馆与国际合作的创举 感谢海科馆馆长陈素芬的努力经营 今天很高兴来到签约典礼 也是看到我们NOAA跟SOS教育资料收集的使用仪式 对海科馆来说相当的难得相当不容易 也是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创举 是不是大家可以给我们海科馆一个掌声 海科馆在我们陈館长的领导之下 大力推动海洋科技的一个教育 同时也能够积极地促进国际合作交流 那这一次能够跟美国的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 NOAA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分享市府今年 引进加州伯克莱分校课程 提供给基隆的高中生学习 这也是全国首创的教育国际合作案例 另外他也预告市府与海科馆将在8月推出 AR恐龙园区将提供游客很特别的观光旅游体验 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RAW Academy 这个部分现在也是市容市政府唯一 跟UC Berkeley来合作所达成的一个国际合作 那海科馆跟本市也有很多的合作 我们最近在8月也会推出 有AR的这个恐龙园区 这个AR的恐龙园区对于这个全台湾 或者北台湾的一个家长跟小朋友来说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利用潮进公园的山海地形 跟最新的AR科技 还有现场的实体的模型给孩子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光旅游 跟生态的一个探索的体验 那这个也是我们跟海科馆大力合作所完成的 基隆海科馆目前已经是台湾重要的海洋教育场馆 基隆市政府未来也会在教育娱乐跟亲子旅游等领域 继续跟海科馆携手合作 并期许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观世音 佛祖臣道日 借用慈云市大殿 信徒陆续来参拜 凯米台风来搅局 信徒趁着风雨比较小 前来上香祈福 每一年的这个时间 台风欸 没有台风啊 过去庙里有开我们还是会过来 观世音 佛祖臣道日 慈云市每年农历6月17到19 相当热闹 广场前准备了点心 让信徒享用 只是头一次遇到台风来搅局 原本绕进活动 改在广场前举办 一年一度的佛祖诞辰 农历6月17 6月18 6月19 这是慈云市一年一度 算是最盛大的活动之一 那因为台风搅局 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我们游街 这个佛祖出巡 这个就暂时取消 但是在庙里面的这个 这个祭拜 圣内祭拜 以及我们特别有邀请到 这个常星 来为我们五龙五师 来为佛祖祝寿 这个还是正常举行这样子 那也希望各位信徒呢 能够台风过后呢 能够还是来跟佛祖 这个赞成这个 贺生日一下 大型的神教们 在广场前举办传统仪式 基隆藏心 呂师傅 龙师团 带来精彩表演 也让在场观众 难得近距离观赏 那慈云市也是我们基隆三大公庙之一 那一年四季都有在办奖助学金 那还关怀我们基隆市的弱势的团体 那今天是我们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正果 那君主也来这边参拜 那刚好欲逢我们凯米台风 那我也来这边祈求 让我们可以平安大家顺利 那可以大家没有灾情 顺利平安健康 6月19也是我们观世音菩萨得到的日子 那不管外面的风雨 不管是有点忽大忽小 但是对于我们有诚诚信仰的信徒来讲 一定要来这边 来跟这个菩萨请安 祈福这个国泰民安 欢迎佛祖成道日遇上台风来搅局 虽然绕境活动取消 但信徒依旧热情不减 也能近距离体验传统宗教文化庆典 记者 黄少鸣金融报导 猛力一挥打击出去 选手奋力跑上磊 虽然心智上有缺陷 但是全力以赴的精神 以及打棒球的乐趣 和正常选手完全一样 运动平全 这是伊甸基隆区在七堵 常兴国小 为基隆区四处小座所的伙伴们 所举办的乐乐棒球友谊赛 也为伊甸在八月份 为全国小座所举办的乐乐棒球赛暖身 借着今天呢 这样子的一个乐乐棒球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可以让大家亲自的体验 打棒球这样子的一个乐趣 那也祝福大家 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和这个 运动的一个结果之后呢 可以那个 勇敢的 然后下火的这个 锦标赛进军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以及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 杨玉昕 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林子健 和国立基隆山工校长 洪光贤 以及伊甸志工处处长 黄雪香等人都亲自出席参加 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棒球赛可以顺利圆满 如果大家有需要更多的资源 我想我们政策上 这种训练会或是我同志委 都可以来协助大家 我们一起把我们这份温暖 跟大家一起努力的心留在基隆 我们一起永续发展 你知道说好不好 好 我们的活动都是我们很期待 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弱势 还有身上服务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在这里再次感谢伊甸的费心 那祝福今天我们的活动圆满顺音 谢谢 议长童姿卫 以及代表市长谢国良参加的 社会处长杨玉昕 先后会比赛开球 童姿卫直接跟选手们急张打气 加油 而行动不变的社会处长杨玉昕 则是停留在场边观赛 为选手们加油 伊甸在基隆区总共有四处的小座所 提供年满18岁以上 心智障碍朋友学习手作物品的场所 目前四处小座所的伙伴们 最年轻18岁最年长的有53岁 伊甸基隆区也分别制正小座所的手工艺品 给议长童姿卫和社会处长杨玉昕 感谢基隆市议会和基隆市政府 对伊甸小座所伙伴们最大的支持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嗯 只想要健康 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哈喽 伊甸C22 C22 凉一凉 艺人安心雅硬要为 衛福部国民健康署 大跳722凉血压舞 宣导18岁以上 国人养成正确凉血压的好习惯 注意自己的健康 而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响应国健署政策也带着民众一起跳 大力推广 呼吁年满18岁以上的基隆市民好朋友 一定要重视正确凉血压的重要性 722凉血压讲的是 一个星期要凉7天 每次早上晚上要各凉一次 然后每一次要凉两遍 所以7天两次两遍 722这样子的口诀 根据一些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比起去看医生在医院 在诊所的时候才凉血压 如果我能够在家用722来量血压 这时候更能够预测我的血压 是不是有超过标准 是不是有被量好的控制 如果我能够在每三个月 要再去看医生的时候 做好722血压的量测 医师就可以帮我做比较准确的判断 帮我做药物的调整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握心血管的健康 不会进展到比较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为什么要鼓励年轻人也要量血压呢 这是因为有高血压的症状 已经不是中高领民众才有 根据衛福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资料 台湾18岁以上高血压盛行率 大约26.8% 推估大约有529万人左右罹患高血压 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位罹患高血压 因此鼓励年满18岁以上的年轻人 每年至少量一次血压 每次持续一个礼拜7天每天量血压 早晚各一次 每次量血压各两遍 才能够获得相对正确的血压数据 一开口 纯净又嘹亮的嗓音 这群孩子来自玉山山路各部落 首度遗失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出 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到场 穿着传统服饰的原声同声合唱团 带来多首经典歌曲 美妙的乐曲 让台下观众也跟着节奏鼓掌伴奏 听得如痴无罪 音乐会同时邀请今年金曲奖最佳原著名语歌手舞思爱演出 表演开始前 市长谢国良特别到后台和乐团指挥马彼得校长会面 也向团员们加油打气 所以基隆能够邀请他们来 而且我看到今天我们金曲奖的 基隆出生的原著名歌手舞思爱 也共同的来参加 我们觉得非常棒 不像我们会办更多的音乐会演唱会 也会邀请更多的孩子 不管是这个族群 我们都会有更多好的表演在基隆 市长邱贝林全程出席 也到后台和原声合唱团小朋友 来个相见欢 真的长大了 好在画还可以如实 因为我一来就认出他们 很感动啊 它是我画作的等于是我的模特儿一样 然后还是一样纯真 还是一样可爱 合唱团小朋友一半以上 都是第一次来到基隆 市政府帮小朋友们 安排了一趟基隆之旅 将走访正密浴缸彩色屋 基隆和平岛桥头后车亭和和平岛地址公园 很期待因为都没有来过 成立15年16年都没有来过 有看过海吗之前 之前有看过 可是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游艇 今天很开心可以请他们过来 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基隆 听说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很兴奋 那我们觉得基隆也难得有这么好的表演团体 可以来到基隆 那最主要是我们有原住民的活动 很希望跟原住民的活动 包括五四爱也得了金曲奖 可以合在一起 让基隆的市民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群孩子在部落里面是 大概都是来自于比较弱势的家庭 其实我们是照顾他们的生活 照顾他们的教育 那对我们来讲 合唱只是一个教育方法 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透过交易 让交易有机会翻转他们的未来 这场音乐会是基隆有史以来 最大的圆明音乐盛典 政府邀请了基隆弱势孩头 阿美族民众 与购票做公园的民众 共同享受美好的音乐饗宴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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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隆人,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